大家好,這裡是戴士風采 今天這場四強賽 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樣非常錯愕和意外吧 同時腦海立馬浮現出 去年年終賽小蛋逆轉安喜營的那場比賽的畫面 當時安喜營也是在最後拿到四個賽點的時候 硬是被小蛋連拿6分 完成了不可思議的逆轉勝 只是今天這場比賽的角色剛好復換過來了 這次換安喜營在小蛋吃個賽末點的時候 散演了一次可怕的逆轉秀 我們來看看這場比賽精彩的決勝局吧 這場比賽的決勝局 小蛋延續第二局的氣勢 在上半場打得非常出色 安喜營雖然先取得領先 但馬上就被小蛋給超前比分了 小蛋這幾波中全場的主動出擊 小蛋這幾波中全場的主動出擊 都受到很好的效果 安喜營預判錯誤 小蛋殺血線成功 小蛋這次又攻破了安喜營防線 還讓安喜營舒仰的跪在地上 小蛋犀利的攻勢 比分拉開到了8比35分差距 小蛋這連出現失誤 安喜營追回2分 帶小蛋還是靠著優異的進攻 在半場結束時以11比6 取得5分領先 看起來局勢大好 回到場上 安喜營又連續兩次失誤 比分差距再擴大到7分之差 決勝局打到目前為止 對小蛋非常有利 這球很可惜的出界了 在場獵方的安喜營 也頻頻出現出界的狀況 這一次的抓王 更讓小蛋拿到本場比賽最大的領先優勢 16比9 超級大 超級大 即便如此 安喜營還是努力的在追趕分數 超級大 超級大 不过小戴又连拿2分 差距再回到7分差 18比11位有7分领先的小戴 只差3分就能拿下胜利 但此时的局面却出现了很大的动荡 安喜盈切斜线得分 小戴回球出界 小戴揭发球挂网 小戴又主动发生挂网失误 比赛似乎默默的开始有紧张的氛围上来了 安喜盈抓推的手 就这样 安喜盈也拿了5分 追到仅仅2分之差 比赛似乎有悬念了 不过接下来安喜盈回球出界 随后小戴又杀了一记直线 拿到了4个赛点的机会 眼看胜利几乎要到手了 但是这个时候 安抓平推反压成功 小戴发生失误 接着这个看似简单的往前球 小戴失手过往了 这是比赛的紧张程度 越来越高涨了 没想到小戴这次的揭发球突袭 竟然力道过大出界了 安喜盈化解了4个赛点 双方回到比赛原点 但相信小戴此时的压力 更大于安喜盈的 这次的软压突袭 安喜盈连的5分 反超拿到了赛点机会 最后这1分 真的非常非常可惜 安喜盈已经坐倒在地上了 但小戴的反勾 力道大了点 这球很明显的出界了 安喜盈完成了巨大的逆转胜 她也显得非常兴奋 再回看一次最后的赛末点 小戴其实真的有机会 拿下这分追评比数的 不过没能控制好力道 看安喜盈拼得有多凶 真的非常可怕 小戴这场确实没把握好 拿下胜利的机会 但也恭喜安喜盈逆转赢的比赛 无论如何不管输赢 这场非常值得 所有选手借进的比赛 安喜盈也再一次证明 不到最后一刻 只要不放弃 永远都还有机会 而小戴的部分 也告诉大家 在胜利未到手之前 都应该持续保持稳定的心态 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我想小戴经过这场比赛 一定会吸收到很棒的经验 更相信他在往后的比赛 也能够再调整好重新再出发的 下周全英公开赛 继续期待小戴的表现 这里是戴士风采 我们下集影片见